我又來講藥客店 上早我們有說到這個水牛廚的由來 藥客店水牛廚的人 這個朋友都知道 這個水牛廚米蠣團級 造成一個米蠣水牛廚 這個鎮頭 經過三百萬年的火電 在那邊收水年的時候 水牛廚已經有七百百貨 是泰寶鄉最大的鎮頭 行政會分成兩個鎮頭 依存錄當中最老的過路 分成南鎮和北鎮 另外這個鎮身的祖先 也在競龍二間的 六色向塞兵開墾 而且開墾出附近骨頭的鎮頭 譬如說麻糬寮 還有過高 水牛廚鎮 第一代的祖先 入陣米團合了高的好事 就是在競爭所說的高榜 相團 入陣米開墾完水牛廚的土地 在這裡團合高榜的 這個效術在後 後來這個高榜的驚孫 就像先祖的公館 改為邀教的祖書 那也正人 還在將這間 很久的老廚 請給高榜公廚 已經有六十年 比加南大地盪 哇 所以要進入 三年以後 還有在競爭的工人 希望大家合作 再把福打起來 在那年葉憲修已經成為冥冠金的焦點 他的老爸已經有錢堂的貫獻 新的高榜公廠在這個頂上就流到 葉荷盤的年齡名 葉荷 高榜公廠雖然經濟的幾個禮拜環修有緣 在水族處鎮頭的中央 我們也說出裡面有割一年已經年過月簽的人上 穿到烏紗帽就像冠霧 還有一身紅龍冠福的進美的土壤 水族處鎮年是高榜祖先帶頭開睡的 自年老後驚孫很多土地 包括經濟鼻和苗榜公廠 種族百年來沒有分割 強益的財產 因為這個殘地可以說真割 所以說經濟二十幾代也都要來噴噴的 不過分到苗榜公廠名下的 只有割一家族以外 雖然這家族的種親當中 尚餘是重來夢中的很多屬心 還有政府出頭的臨書也很多 但是苗榜公廠的家族已經是 像他這樣半徑沸睡 已經是一個造勢人了 住在水族處鎮頭中的一個 用紅針蓋的這個 可以說也是很老很久的房子 我們也讓人跟這個五條 也要是用跟我們鎚鼻子所建的一個草毛 我們也基礎是用半十跟我們土鴿子 用土鴿子所造的這個壁 土鴿子 意思是說這間廚也算是土鴿子 我們來聽阿K店所穿的這個無菁的人 我們來拍照 那個操作文人 我們來拍照 好皆さん 照顧 他們裡吃到這個楼 還有看來 超顧 天天在佈 最好營 借借妖索 买去山坡 生苦無情 真無花糖 我就是 無情 雅陽 真正被 Catching your bones 無聲哭 少吃搖沙 打的沙坡 小姐小姐 天堂东西 我就是 我千月亮